这是中国最秀美的江南水乡 这是大陆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华东小城 经济与环保、生态与工业该如何在发展中取得平衡 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重镇的昆山 又如何在上海市薄落幕后引领环保潮流 本集彩绘人文地图将带您看见转变中的绿色昆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看到的是台湾最道道地地的本土小吃 耳边传来的是台湾人最熟悉不过的爱娘这爱娘 要不是店员的口音、减繁体字夹杂的招牌 以及那不太轮转的台语 还真会让人以为这里是台湾岛内某条著名的商店街呢 这里其实是大陆的昆山 很多定员都像这样会学几句台语应对 因为昆山有小台北之称 是大陆二线城市里台商密度最高的投资聚集地 昆山隶属于江苏省 距离中国第一大城上海只有50公里远 面积920平方公里 人口68万人 2009年GDP1750亿人民币 不过回顾十几年前 昆山还只是个小农村 直到政府大力招商引资 台商外商来了 这个水乡泽国的江南小村 还开始有了不同的面貌 经济发展也扶摇直上 这里是使一个非常多方面的人来寄属的地方 这里本地的人像不多 站的不多 这都是外商 尤其台商是赚最大的 密度最高的 那大概是外商 再来是外地来的劳动人口 这民工 就是组成这一个 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从哪里来打工的 山东 我从七海来的 七海来的 七海来的 四川来的 四川啊 是的 是昆山发展中 一种很奇特的现象 真正的昆山人顶多七十万 但外来的赞助人口就高达了一百万 而投资的最大族群就是台商 有近四千家台资企业进驻 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三间台湾人开的工厂 很多昆山人都说 没有台商就没有昆山 开设化千厂的黄蚂蚁 到昆山投资已经十年了 以生产各种户外绳索为主 平时三百多名员工天天赶出货 但今年九月开始却迥然不同 工厂里一周有某几天 完全听不到嘎嘎作响的机器运转声 生产线上只有零零星星的打扫人员 诺大的工厂显得格外的空荡 我们在此表达的意愿和做出的承诺 应当有利于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 2009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要升成为全球排碳大国 而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中 中国明确的承诺 2020年的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定会比2005年降低40%到45% 这对世界工厂的大陆而言是多么艰巨的挑战 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针对各个工业区进行大规模的限电 昆山当然也名列其中 政府是为了响应世界环境组织节能减排地摊生活的要求 所以要求昆山所有工厂在9月份跟10月份两个月 每个礼拜要停电两天 中国政府针对了石化钢铁玻璃化迁等18项高耗电高污染的产业 实施轮流限电 这是达到节能减排目标最快速也最直接的手段 但如此断然的方法能治标却不一定能治本 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能从自身做起 减碳的成果才更将不容小觑 最好的方法还是说 前面共同 大家来响应低碳的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场教育训练很别开生命 以前不是公司发表愿景 就是三身五令地宣布场规守则 不过今天气氛很不一样 一群来自昆山环保教育基地的慈禧职工 为大陆员工们带来了一场环保初体验 你们都知道现在地球整个环境都在暖晃 夏天越来越热 冬天越来越热 那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警讯 气候在变迁 那整个地球呢 也就会越来越来越不参俗 对来自内地的员工来说 暖化 温室效应 碳排放 这些字眼听来实在好陌生 过去在他们的理解里 环保充其量不过救世 不乱丢垃圾 不随地土坛 但这堂课不光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更懂得蚂蚁搬向 个人之力 也能挽救地球的道理 为什么不好意思 制造垃圾 制造垃圾 所以这间垃圾是谁制造的 我 所以现在要用我们的双手 一起来整理这个环境 好吗 好 一二三 走 走 走 好 开始做 来 开始动手 做 我要看看谁没有做 来来 我们就要开始做的 对 一斤凉分 来 来 拿好的 来 踩一点 再去打开踩一点 好 谈不辣 来 再去不要马铁起来 要回收 再去不要回收 来 别怪怪怪 三千篇的 总的没有算 说实在我以前还认为 像回收这种瓶子只不过是换钱而已啊 或者是因为我家里也是得也有这样做过的 我今天想到环保这么大的问题 没有想过 以前就是喝完塑料瓶就是直接溜到垃圾桶里 就是说可能没有分回收的和不回收的 现在就是这方面认识的比较清楚了 回收习惯养成了 垃圾量自然也就减少了 有数据显示 如果一个人的垃圾量能减10% 每年就能减少544公斤的二氧化碳 巨沙城塔民族珍贵 昆山环保教育基地 是从一座小小的篮球场起家的 直到2009年 印尼金光集团黄荣年等人 捐赠旧厂房给慈济 环保教育基地才有了正式的落脚处 现在它不仅是慈济在中国最大的环保种子基地 也是第一个天天有志工的环保点 在教育基地中 除了每天将回收的资源落实分类以外 还承担了推广华东地区环保教育的重要使命 一方面培训环保兼兵 另一方面也开放民众前来参访 亲身体验 让环保意识能在长三角萌芽 茁壮遍地开花 跟很多城市一样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之间 总免不了矛盾和冲突 这是很多人熟悉的现代化昆山 工业化昆山 但昆山的最初却是截然不同的传统面貌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革开放以前,昆山境内几乎都是这幅模样,小桥流水,古宅错落,而今随着发展变迁,市区内已经很难看到这种传统质朴的风貌了,只剩下附近几处观光景点,努力留住那珍贵的原汁原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环保意识相当薄弱,要从个人推动环保也就更加阻力重重。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底层,有一群人依靠的正是垃圾产业链来维持营生。 长久以来在大陆民众的观念里, 回收是一份行业,并不是一种生活习惯。 所以昆山也和早期的台湾一样,经常可以看见石黄老人就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可以卖钱的瓶瓶罐罐。 还有不少小贩踩着三轮车,在马路上兜兜转转。